我們學校有三部智能機械人 其中一部智能機械人負責消毒工作 大約6時多 他會先噴灑二氧化綠的氣體 去做環境清潔 另外一些機械人會當有學生在等候區時 可以提供一些酒精搓手液 給予有需要的考慎 現在考生由進入我們學校校園開始 其實第一件事要面對 就是一個熱能的淡熱設備 其實是考評局提供給所有市場 因為我們都很希望 其實那個流程是更加暢順 所以我們這次利用了一些智能的機械人 其中一部也會在那個地方 幫忙做一些淡熱的工作 您好 歡迎來到天主教池友會吳少梅中學 您的體溫是36.5度 基於疫情的關係 我們的禮堂就不能再容納120個考生 按考試局的要求 桌與桌之間需要最少有1.8米的距離 就變成要一個禮堂 只是容納到48個考生 另外就要加兩層的班房 總共額外七個的班房 作為一個考試市場 我們添視這個機械人的主要目的 其實不是真的純粹為了這個疫情 或者DSE考試 而是為了學校日後如何再進一步 推動這個STEM的教育 我們覺得都很適合日後 作為我們其中一個教學的工具 去鼓勵學生 如何可以透過學習這些科技 又或者去贊成一些程式 去改變這個機械人的用途 以及可以改善到人的生活 我相信智能機械人這麼有趣 一定可以提高到我們學生的學習興趣 令到我們學生更加有心去學習 一些與科技工程有關的知識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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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